刚才说到,在卡恩这次被捕之前呢,他跟一个记者有过一次这个私人的交谈 在交谈的时候,他聊啊,他说,你说我能选上法国总统 我自己也知道,支持率是挺高的 可是我告诉你,我有三个男 他说一个男是什么呢,我挣钱太多了 他们呢,看着我不舒服 他挣多少呢,他这个国际货币资金组织总裁年薪42万美元 还有几万美元的这个补助 比富豪不能比,但是比奥巴马可是年薪可是多 奥巴马一年好像是40万美元 那这个他就,所以卡恩的这个年薪呢,是比很多欧美的官员都要高 所以他就说呀,钱多遭人度啊 他说第二个男,我自个也很门清 就是女人嘛 没错,我就是喜欢女人 但我也知道,这事是我从政啊,一难关 第三,他说 我是犹太血统 要不说这卡恩,这个卡恩呢 他们你别看他说什么好色 这个人是极聪明的人 卡恩呢,在跟记者的闲聊里 注意啊,两个月前他就说 我能想象有人会用凭空捏造的强奸罪陷害我 而且他还说,他们诬陷我 他们会诬陷我呀,在停车场强奸了一个女人 他们可能承诺向他支付50万到100万美元来编造这么一个故事 在卡恩被拘留之后 也确实有法国媒体撞文质问美国警方 为什么在还没有审判确定有罪 就允许各媒体拍摄警察压解戴手铐的卡恩的镜头 分明是游击示众,侵犯人权 而美国警务人员则反唇相机说 法国人如果不想丢面子 就不要做见犯科 为什么现在美国警方 退还老卡100万美元保时金 有条件让他恢复自由了 案情出现重大变化 这个变化呀,就在这个奥菲利亚身上 纽约邮报讲了 说是这个这个检方啊 发现这个人呢 奥菲利亚当年从几内亚 说是政治避难啊 申请移民美国的时候就涉嫌造假 这个不算什么 说到后来啊 他拿别人的孩子冒充自己的孩子申请退税 又涉嫌造假 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酒店呢 提供过性服务 哎 这事你说这就说不清了 而且呢 提供过性服务不算 他房间里就有卡恩老头的照片 这说明他至少在进房间之前 他是知道卡恩这个人的身份 后来检方又得到一个关键的证据 在事发之前 这个奥菲利亚 这个32岁的酒店服务员 也不知道是性服务员 还是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了 这个奥菲利亚打过一个电话 而这个电话居然被录音了 检方调查得知 此通电话是奥菲利亚打给一名在押嫌犯的 奥菲利亚本人称 此人时期前男友 检方查证 该男子此前应多项犯罪进入语议 情期未满 而打入监狱的电话也按惯例被录音 在电话录音里 奥菲利亚可是有话说 说卡恩是个金矿 我知道怎么办 录下来了 所以现在这个案情有了另一种版本 这个版本说当时情况是这样 奥菲利亚进到老卡的房间 也打扫卫生了 打扫完了卫生 向卡恩提供了性服务 性交易 这个交易呢 拿嘴就能办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卡恩的经验撒他衬衫领子上了 但是 问题在于 交易完成之后啊 奥菲利亚自然像往常一样 等着 拿钱呢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说这个卡恩呢 表现出对他极度的轻蔑 都不理他 起身自个儿 穿好衣服 根本不付钱 就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嫖了不给钱 奥菲利亚当时就大怒啊 说是卡恩一离酒店 九分钟 他就向酒店报告 说我被强奸 他这老头 强奸了我 这个事说明什么呀 卖银女 你可伤不起呀 对此说法 奥菲利亚不承认 他的律师说 有人对其栽赃 但检方表示 在案情细节上 奥菲利亚方面的说法 多次前后矛盾 可信度很差 卡恩在案发后 曾有其好友向媒体透露 卡恩怀疑俄罗斯总理普京 已与萨克奇交好 而给他设下圈套 但随后 一个属于欧盟时报的网站 在5月31日 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俄罗斯总理普京 曾披露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 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 卡恩在因性侵犯的 指控被捕之前 曾发现 所有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 黄金储备失踪了 或者是下落不明 在欧盟时报公开的这份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 秘密报告显示 在5月初 美国政府开始拖延 以承诺要运送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191.3吨黄金 而卡恩的入罪 似乎受到了这件事的影响 我说的是欧盟时报说的 欧盟时报说 是听普京说的 说怎么回事呢 今年5月份的时候 说是这个卡恩 他知道黄金的事了 然后他跟奥巴马身边的一个亲信 这个带话 就说你跟你们总统讲 你们那个CIA 你们那个中情局里头有我老卡的内线 黄金这事我已然知晓了 你看那之后没多久 他就闹这档子事 他就被铐上了手铐 当然这个卡恩的这个案情啊 到现在还没有公布于众 上述种种还只是传言 到底背后隐藏着神马 咱们呢 还得再等等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阳光保险 明人面对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